有一个单身小姐妹被闺蜜告知一起去聚个餐 介绍她认识个朋友 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 她眼前这个男人要说从外表来看 真的不是她的菜 本身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 于是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 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 女生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也就200来块钱的T恤 普普通通的说话还有点腼腆 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 她的内心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 直接就说了 我觉得咱俩并不合适 男生就问她为啥 这还不了解呢 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 于是这个女生就说 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追我的一大把 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 于是男生就问她 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 女生就说自己是在外企做高管 年收入50多万 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 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 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 就顺着她说 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 那好看的皮囊 五六个对象呢 招架得住吗 那些有趣的灵魂呢 人家又不找对象的 像我这种啊 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 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 这个女生就笑了啊 你可真逗啊 我要是找你这样的 那不早就结婚了吗 男生说 可是鱼和熊掌不可见得呀 你要想好了 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 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 有多少女生啊 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 结果呀 男人还是让他哭啊 所以这些女生才想 既然都一样 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 这才选择了宝马车 可是现在有一个 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 你还不满足吗 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 你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 在自行车上笑呀 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 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 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 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呢先走了 男士说 啊美女那我懂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再走呗 你看啊 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 条件好的呢 找条件好的 条件一般的呢 找条件一般的 谁呢都不吃亏 谁也不赞 谁都便宜 对吧 而现在呢是 条件一般的呢 都想找条件好的 条件好的呢 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 条件一般的呢 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 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 又想舔条件好的 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 就找好几个对象 而条件一般的呢 都找不到对象 你是属于哪一类呢 这个女生啊 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 怼回去 结果呢 闺蜜的电话进来了 问他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 他说啊 不怎么样啊 我遇到个屌丝 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 怎么给自己介绍 这种条件的男人 是不是故意戏弄他的 闺蜜说 你太没眼力劲了吧 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 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 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 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 穿的普通了一些 也没有开车 也太一貌取人了吧 嗨 我啊还特意的啊 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 怕你有压力 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 你们看看啊 这个时候这个女生 是不是肠子都会毁情了呀 最近啊 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啊 她相亲相了三年了啊 都没有结果 她不想结婚了 她说现在的男人啊 好像都不想结婚 也都很不靠谱 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确实啊 多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 有钱的呢 怕遇到图前的 万一遇到个宅星星啊 命都没了 没钱的呢 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 干脆躺平算了 自己挣钱自己花 它不香吗 而女人们呢 男人没钱啊 他们是瞧不起的 那有钱的男人呢 他们又hold不住人家 于是啊 在女人的群体当中 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 钱我可以自己挣 娃我可以自己生 姑奶奶找个男人添赌吗 算了吧啊姐妹们 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 自己已经可以自己自足了 不需要依靠男人 来完成任何事情 我们有工作 有事业 有父母和亲人 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 人生也很完美啊 我们完全是独立的 可以不受任何人的 摆布和利用 我们自己完全可以 创造自己的生活 并且能过得很好 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婚姻吗 为了爱情吗 为了经济吗 这些都不是必须品了 对吧 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可以创造家庭 并且呢 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 而且呢 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只需要你自己努力 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 填充 改变 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 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 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 所以各位姐妹们 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 跨越那道门口 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 相信自己 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 你们听到了这些话 作何感想呢 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 我一直都认为 男女啊 是这个世界上两种元素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 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 这两者合到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婚姻是什么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 那么这个人 那么这个人生 就有人可以 跟你一起风雨同舟 一起克服困难 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 相互关心 相互体谅 相互鼓励 多一个人爱你 你就会多一份力量 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 相互背叛啊 相互算计 相互抱怨啊 相互责怪啊 那两个人的幸福 总是会比一个人的幸福 更有意义一些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 快四十岁的小姐姐们啊 来找对象 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 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 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 保养的呢 也很好 很精致 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 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 清一色的回答都是 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 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 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 没有那个经验 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 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 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 说真的啊 也不知道你们都找干嘛去了 那快四十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 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 再过几年啊 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 子宫都快没有用了 知道吗 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 这一款的来快来找我报名吧 现实啊是这样的 没结过婚的 但凡他能看得上的 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 就算他看上了呢 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 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 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 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 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 还有就是说啊 那种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单身离一男呀 你想什么呀 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 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 就算有几个离婚的 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 无缝衔接 你信不信 还能有你的位置吗 还财富自由呢 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 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 那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你们这些女人呢 真的是啊 把自己给耽误了 都到这个岁数了 还认清不了现实 非要跟年轻女人去增强 那一小撮优质男人 醒醒吧 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 现在相亲市场上啊 有单身的男的 有离异的男的 也有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的 但是啊 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 离异又单身 财富自由的男的 因为他们这类人 基本不会离婚 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啊 做个三姐吧 去破坏人家家庭 那你真是想多了 他们不会傻到 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 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 这点你放心吧 以于他们而言 价值在哪里呢 爱情吗 那你就太天真了 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 爱情啊 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 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啊 他才不会跟你一样 去飞蛾蒲火呢 他可不是傻子 就算他真的离了 也有大把的90后 00后在等着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 所以就算他离了婚 后边也没你什么事 明白了吗 天天啊 我这儿都有来许愿的人 天天啊 都有那些大白天梦游的人 坐着梦啊 就飘过来了啊 他们真的是把我这儿当寺院了 之前呢 有一个40岁的博士后女士啊 要找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 不接受个子太矮 长得太丑的 不接受离异 带孩子的 不接受体制内的啊 嫌弃人家挣得太少了 他呀 还是个丁克 不喜欢孩子 更不想生孩子 我记得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啊 我明确的跟他说 跟你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 40多岁的男人 正是男人的黄金年龄 人家还那么优秀的话啊 是不可能找你的 有大把的30岁以下的女生 愿意跟他结婚 给他生孩子 你呢 年龄已经这么大了 就这一项 都不在人家的选择范围内 更何况 你还是个丁克 不想生孩子 也就是说 你想让一个成功的优秀男士 娶你回去啊 过着紧衣衣食的生活 但是呢 你花着他的钱 过着他给你的贵妇生活 但是你还不想 给人家生个孩子 更何况啊 这一类优秀男人啊 没有几个不想要孩子的 要不然他的财富 和优秀基因 怎么传承下去呢 你这是在挑战人性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个想法 完全不靠谱啊 结果他就很不服气啊 起来反驳我 说那不一定啊 我也优秀啊 我也有优秀的基因啊 有几个女生 能读到我这个学历的 说明我的智商高啊 我有有趣的灵魂啊 那小姑娘多浅薄 大部分都是图他钱嘛 我不会啊 我肯定会 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啊 如果非要个孩子 我也能接受代孕 天哪 我当时就跟他说啊 亲爱的 门在那边 你出门右拐 走到路的尽头 有一个寺院 你呢 去烧个香 许个院行吧 啊 结果好吧 最近又来了一个啊 搞不清自己 解禁几两的啊 38岁的李毅女 说自己是亲华这个系统的啊 所以呢 想要找一个亲华的老师 或者教授啥的啊 会比较有共同语言 自己呢 是未婚 但是生育了一个男孩 已经有十岁了 然后呢 希望对方有孩子 或者是不想要孩子 自己是不想再生了 这个年龄 基本上只能做试管了 实在不想折腾 说自己的容貌保养的特别好啊 看上去只有25岁左右 我真的是服了啊 38岁了还生活在美颜相机里 咱能不能用原相机拍出来 看一看真实的自己啊 她的择我范围啊 只限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 她还说 她自己啊 其实有一个公司啊 很多业务呢 很多时候啊 都跟这些人打交道的 可是因为都是业务关系嘛 所以就不太方便啊 谈这个个人感情 所以希望通过我啊 那这位我也立马就拒绝了啊 我就跟他说 你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人 你都成不了 那你来我这里就能成吗 脑子是不是撞坏了 你们说啊 咋想的呢 这些人 你现在又想复婚了 早干嘛去了呢 今天啊 我这里来了一位 当时六岁的黎毅女士啊 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 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她说 自己是一线城市本地人啊 有车有房 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 还可以给对方落户 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 真是还不赖啊 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 还带着个孩子 本想着呢 这离过婚的人啊 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 能找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结果呢 人家说 三年前离婚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 于是呢 自己出轨了 硬带着孩子呀 离婚了啊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 自己离了 对方却没离 就这么个事啊 两个人没有多久啊 就闹掰了 于是呢 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三年 真真实实感受到了 人情冷乱 挣几个钱有多辛苦 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 那才是真心的好 开始后悔了啊 于是呢 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 想复婚 最后呢 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三番两次的找借口上门 献媚啊 可是呢 前夫并不为之所动 并对她说 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 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 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 是付不成了 所以呢 就想到来找我们 她提出了几条 几乎不可能的条件 第一 市中心必须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不跟父母同住 第二呢 身高不能低于178 因为前夫是180的 还不能图顶 不能太丑 她说呀 要不然清不下去嘴呀 第三啊 年收入呢 至少100万 要不然 怎么养得起我们年儿俩呢 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 年收入是很高的 要求100万 不过分吧 我听完之后呢 差点没被她气晕过去啊 我说抱歉呀 就你提出这几项 任何两项家都一起 那都是王诈 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 说实话 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 据统计有80%的离婚 都是女方提出来的 但是有趣的是呢 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 有很多女人想要复婚 而大多数的男人啊 又不同意了 往往在离婚之初 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 挽留对方 各种祈求 哭泣 承受痛苦 以及承受损失 甚至是下跪 对于男人来说 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 而且丢脸的事情 而女人呢 是没有这种心理的 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 或者跟丈夫 没有足够的浪漫了 就想离婚 但是她们并不清楚 外面时间有多艰险 认为离开她之后 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 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 却发现 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了她们 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 原来丈夫 对自己是最好的人 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 因为男人更理性的 她们啊 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 那现在你回来了 就能过得更好吗 甚至 我已经失去了 我该失去的 我已经承受了 该承受的 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 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 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 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啊 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 她现在不想当这个结盘侠了 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 总之 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 这些女人啊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是不是 资本啊 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 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 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 听到这里啊 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 又该生气了 别以为我在胡说啊 给你们制造焦虑 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 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 不结婚 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 去追求女孩子 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 不结婚作为反击 资本呢 他的核心就是赚钱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资本呢 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 这个并不奇怪 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 今年的七夕啊 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 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 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 去年的七夕 她给她的对象转了520 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 那今年呢 她就什么都不表示了 我就问各位 在直播间的男人们 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 收到了520元 你有什么反应 评论区里边 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她啊 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 幸福的不得了啊 还有一个男人啊 说口罩的那三年 我和媳妇双双下岗啊 她在家里呢 也没做什么 我呢为了养家糊口 出去找各种兼职 我媳妇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 真事啊 她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 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 仪式感必须有 没饭吃了都得有 每一次都要跟我啊 天翻地覆的闹腾 而且还每一次啊 都拿离婚啊来威胁我 最后呢 我真的是受够了啊 太累了 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 不知道捉死了多少的家庭 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 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啊 别提多惬意了 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 啊 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 啊 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 这些可能啊 正是很多男生的心酸写照 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 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 因为聪明的男生啊觉醒了 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 男生赚的钱啊 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 取悦自己 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啊 婚姻作为女生 脸财和跳跃的工具 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 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 根据数据统计 从2021年开始 中国单月消费 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 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 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啊 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 都是大比大比的钱 几十万买个车 五六万买个滑雪板 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冲壁 改装一下车 去世界各地滑雪 到各大海洋潜水 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 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 而低下了身段而已 那现在他们开始决心了啊 好好的爱自己吧 取悦自己吧 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 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啊 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啊 已经开始行不通了 咱们还是认认真真地谈恋爱 好吗 以后啊 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啊 可能只能碰运气了 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虽然你是公主啊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 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 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 最近啊把她拉黑了 两周前 这姑娘啊 跟男孩见面以后啊 双方都很满意的 他们两个都是富二代 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 然后呢 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 就开始约会了 第一次约会在餐厅 女孩呢路上有点堵 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半途的时候 男孩就问她到哪了 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 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啊 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个多小时啊 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 对吧 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啊 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 反而责问男生说 我在路上开着车呢 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 不停的催我呀 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 这一顿饭吃下来 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啊 那所以对她呢 照顾有加悉心体贴 于是呢 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 可是这个时候 男孩对女孩的印象 却有些减分了啊 她不但迟到了啊 不道歉 好像男生等她也是应该的 而且呢 这顿饭的中间啊 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她的喜好 而她呢 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 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 第二次约会呢 两个人啊是去看电影 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 结果临到要开眼了 突然啊 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 要不要换一个 男生呢又跟她重新挑选啊 两个人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决定看什么 在电影院里边呢 中途男生口渴了 顺手啊 去拿旁边的矿泉水 因为太黑了啊 看不清 结果呢 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 这个女孩啊 快速的啊 抽离了 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 干嘛呀 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 男生很尴尬啊 因为在电影院里啊 她又不方便解释 心情被弄得很糟 回家以后啊 男生已经开始有点瞎头了啊 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 太大了啊 真的是不招人喜欢 可能呢 是从小到大呀 被交纵惯了 那第三次的约会啊 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 女孩说 要约周日啊 周六她有事 结果男生呢 把时间弄错了啊 把周日呢 安排出去了 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 她对男生说 你对我说的话 怎么就一点的不上心呢 你到底能不能认真 听别人说话 男生说啊 那我以后就认真 听你说话好吧 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 结果这句话 对于这个女生来讲 就是在怼她 她马上就回应男生啊 说 看来你适合找那种 舔着你的女生 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啊 嘴也很甜 于是两个人啊 就在微信里 你一句我一句啊 就这么吵起来了 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 你要是不会说话啊 可以少说 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 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 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 知道吗 你有什么资格 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 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 随意更改啊 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 也不懂得赞美别人 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 放大矛盾点 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 说完之后呢 等这个姑娘啊 打了一长串文字啊 发过去的时候啊 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 这个时候啊 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啊 哎呀 我发现现在的 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 简直太膨胀了 看不清楚自己 是不是 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 他们也不想一想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和生活圈子里 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 你们觉得啊 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 啊 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来 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 我真的是啊 一看到这样的姑娘 我就头疼 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 我就真的想怼她两句 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 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 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 真的是啊 心里没点数是不是 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 哎 人家嘴里的条件好 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 有个房子 有个车收入几十万 就算条件好了 人家嘴里的条件好 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 最不近呢 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 事业有成 自己创业的大老板 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 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 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 你就说 这女人目强啊 我真的也能理解 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 还有个端正的人品 那我真的是啊 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 可是你不是啊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 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 这几项你到底在了哪样啊 长相一般没头脑 性格还捉 整天想着怎么捞钱 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 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 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 你能hold得住人家吗 还有因为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 也是吓你一跳啊 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 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 资产得过亿啊 真的是啊 痴人在说梦 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 就不看你的长相 只看你的学历吧 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 太可笑了 简直人家是找伴侣 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 最可笑的还不是她啊 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 做梦都做到极致了 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 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 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 反正我不知道 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 真的是绝了 在这里啊 广而告知一下啊 许愿去庙里 可别来我们这闹腾了好吗 最后说一点啊 这些女孩子啊 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 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 又要得到人家的钱 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 给她提供情绪价值 她们完全不明白 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 她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 然后呢 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她 让着她哄着她 她就会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的好爽 钱也花的值了 她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 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 懂不懂啊 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 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 只知道索取 既要又要还要 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们说是不是